好,我们接着讲这个Flux2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单独讲这个Flux3的重绘跟括图如何去使用 其实以前都已经有重绘跟括图的使用教学了 那重绘不难理解Invention 就是说呢,你去重绘一个地方给提示词 然后他就会去根据你的提示词 讨出你要的东西 那以前的括图真的是很麻烦 我们主要是要讲这个Flux3的括图 它的括图功能实在是太强了 然后呢,A30实验室呢 以前公布的那些工作流呢 现在他们也公布了这个 上面这张是Inpainting 然后下面这张是Outpainting 那这个工作流要怎么用呢?很简单喔 你就把图片按右键然后运存图片就可以下载 那这个我已经抓好了 我已经抓好了 在这里我来刨一次给各位看 我等一下来讲这个工作流跟我这个差别在哪里 首先这张呢是Inpainting的工作流丢进来 很好理解嘛 就是Clip Model 然后Guidance他们说30 所以就30 那 我们一样就是 随便给一张图 然后打开遮罩 然后去重绘 你要的地方 这样 假设我要帽子 我就写帽子 那值得注意的是说 这里呢 如果 显卡比较小 我们就改 FP8 那这个也不能用Default 为了 显卡会炸显存 我们也是用这个FP8 这样 然后就可以下去跑 好 这就是Inpending的模型 就是他帮你生成的这个帽子 我刚刚打的这个提示词 那这很好理解 都没有什么 那这跟我刚刚做的这个工作流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于说 实际上呢 你在用这个 Fear的工作流也是 显卡也是吃不傻 那如果 显卡不够了 那个VRAM 不够大的朋友呢 可以试试看 GGUF 就量化过的这个Fear模型 那我已经都跟各位 测试过了 我可以直接跟各位讲 Q5以后 会有明显的差距 也就是说呢 Q5以前呢 质量较差 所以 条件允许的话 就是用Q5以后 这样 那我这里就直接用一个Q5 让各位去比对 这个 原始的Fear 实际上呢 差别是不大的 大家可以看看 好现在图已经跑出来了 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差别是不大的 左边是这个GGUF量化库的模型 然后右边是原始模型 然后呢 如果要用这个GGUF模型呢 你必须先装这个插件 这个才可以使用这个量化过后的模型 那这个量化过后的模型呢 网址跟这个插件我都会放在 说明栏 大家有需要的 在自己去安装 至于怎么装呢 也很简单 然后是用这个 同样化过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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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模型 记得如果是显卡不够的朋友呢 要用GGUF 刀选GGUF节点 那Inpending模型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这个outpending模型 这个outpending模型呢 真的是太强大了 那一样你也把图丢进来就有这个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是多了这个就是这个pad image 这个就是扩充边缘的这个节点 像它这个节点就是左边右边跟下面的扩充 然后你再填一个提示纸 其实我可以跟各位说 这提示纸可填可不填 那因为它这个工作流你拖进来就有了 那我一样也是跑一次给各位看嘛 那我一样也是跑这个 比对 比对这个原始的 Fear工作流跟这个GGUF工作流 跑给各位看 那我这个呢就是 往向扩跟往左右扩 提示纸呢 我又写一个 Beautiful City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来跑跑看 那我们来跑跑看 有没有 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蒙版 这个蒙版呢 白色的就是说 我往上扩400 往左扩400 往右扩400 这样 那这个你是可以自己改的 所以去改 像我这个改的就跟刚刚 那工作流丢进来的就不一样 好 结果出来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是量化的 然后这个右边这个是原始的 可以看到效果其实是 差别不大 然后跨图效果真的是 很自然喔 完美喔 真的比以前那些 模型好太多 强太多 那 那一样喔 下面我这是原始的 就是图丟进来的 它的这个工作流 那上面我就把它换成 GGUF节点这样 就是这样而已喔 然后这个GGUF的 这个Clip节点呢 其实载入的东西 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这工作流 我就没有必要上传 大家有需要的呢 就直接去抓这个 抓这个 抓这个 图就好 这个网址我也给各位 抓这个黑森林的工作流 就可以了 那Flash2呢 我们就 三个部分都 讲完了喔 有需要的各位呢 在自己去参考 那主要是这个真的很强 如果你觉得 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欢迎再订阅一下 这个影片 我可以看到 的影片 就有点赞 有点赞